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Mize学院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 第五阶段的第一节课的内容 那么大家记得我们在第四阶段 重点给大家介绍了控制流 比如说if,for,while等语句 以及break,continue和pass关键色的用法 那么从第五阶段开始呢 我们将跟大家介绍有关于输入和输出的一些用法 比如说如何接受用户的输入 输出的格式 并且如何读写文件 好,本节课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部分内容 也就是说当我们期待从用户那里得到一个输入的时候 如何来进行 包括当我们 把一个string要输出的时候 有哪些方式 那么基本上呢 有两种方法 我们之前其实已经用过第一种方法 在讲控制流的时候 也就是说利用Python中自带的函数 input我们可以接受一个用户的输入 把输入的值当做一个string 一个字符串 来附到我们的程序的某个变量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输出 输出呢 我们基本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把它当做一个string来打印出来 这个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 print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format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简单介绍过 那么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下 这输入和输出 好 所以这个input呢 这个函数是Python中自建 built in自带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期待用户输入一个值 并且我们想把这个值取到 然后返回 并且复给我们定义好的一个变量中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关键字input 所以呢我们定义一个 生命一个变量 叫string1 字符串1 然后我们利用input 里面这行字符呢 就是我们在console上面打印出来的 提示用户输入的一行字符串 那么当用户输入之后 敲回车之后 返回的值 将被当做一个string 来付给string1 同理 我们其他用户输入两个值 所以我们 重复一段隙的代码 这是我们用户提示 enter another string 也就是让用户来输入第二段的 字符串 好 当输入之后呢 这两个值就被赋予两个字符串 这时候我们如何输出呢 当然第一种方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print 我们直接把这两个值可以打印出来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我们利用之前讲过的format 就是说我们利用大括号 然后随后再format 所以说这是一个字符串整体 它跟随一个format 的方法 里面填入两个值 分别对印这两个大括号 所以通过这种格式化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所要的变量 通过string的方式打印出来 好 我们现在尝试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好 大家看到程序首先运行低行 打印出来 inter string 也就是提示用户输入一个string 假如我们输入一个python 然后这时我敲击回车 敲击之后呢 这时程序就把我输入的这个python 当作一个string 复制给了第一个变量 string1 这时呢程序接着运行第二行 也就是说inter anotherstring 好 假如说我inter一个coup 好 当我按回车键之后 程序继续执行 也就把我们输入的之前的第一个string 和第二个string打印出来 string1 is python string2 is cool 第二种方法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通过format的方法 这种意义对应的方法 把我们要打印出来的两个值输出 好 这就是简单的console界面的输入和输出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文件的输入和输出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